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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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美我們的留言很多 看到很多 很多網民讚 阿童姐 現在的形象很優雅 其實做記者優雅 不是一個老闆深入好記者 記者應該是甚麼的 記者是很有衝勁 很幹勁 還有很想搶獨家 其實用廣東話是很搶的 那你是不是屬於搶的那些 我自己就不覺得特別是 如果我心目中最搶的是Tammy 但我知道很多攝影師 心目中我們就是這些 跟這個人出去 立即跟他一起去 我沒有教訓 因為事實上 事實上都反映了你搶不搶不知道 但的確在網民心目中 你的確經常會獨家訪問國家領導人 譬如有一條問題問你 怎樣認識到前總理朱鎔基 因為朱鎔基是回答你的獨家訪問 其實因為去得多 我們有時候 其實電視台 那時候都是比較想有自己獨家的東西 我會有一點點去鑽研 待會他去哪裏 經過哪裏 就會撞到他 會找些位置 我們叫做攝影師 攝影師 攝影師 見得多 他就覺得有些印象 講到朱鎔基 不得不提一點 我也有跟你聊天的 就有講到 就是維基百科 特別提到一個項目 就是2002年 朱鎔基特地在記者面前問 你同在不在 這個事件已經列入了你的維基百科底下 究竟當年你是否在 還是你在哪裏聽到 我其實不在 其實當時我沒有記錯 就是他應該 他最後一次離開北京 因為當時他黨大會做已經完結了 其實他已經準備退休了 就來香港 在來香港之後 他出席一些不同的場合 但其實你知道 香港做領導人沒有外邊那麼自由 其實不是說不自由 而是說地方小 很多時候都是做 我們所謂叫做Pool 即是不同的電視台 特地抽出電視台 他是在另一個場合 我就沒有去的 有些場合他會給一些名額 就是所有媒體都可以去的 其實當時我去了禮賓府 就等他去的晚宴 我當時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等他下車 進去禮賓府 我們有個位置 我們叫做Door Step位 可以在那裏叫他 在他未來之前 他的徐從人員先來 就說你呀 老闆找你呀 我說什麼事呀 大隻眼睛不知道什麼事 對 我說什麼事呀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他是一個場合 就是建中資機構 說起當時 因為黨大會剛剛舉行完 其實在黨大會舉行之前 中國電訊因為改革 我不知道以前的萬油電話 是單向收費的 但因為他都要市場化 他就想行商向收費 本來這是市場行為 但因為當時在黨大會之前舉行 香港其實跟內地的交往都很密切 經常都是打長路電話 所以你一相向收費 其實你的電話萬油費 突然之間增加 即是一倍 引起香港很大的討論 在月初 他來香港的時候 應該是12月下旬 月初我們就去 最後一次外訪 就是去柬埔寨 他第一個站 還要去吳哥福 本來是觀光的心情 那不是官方的行程 一下機 我們就在吳哥福等他 有一班香港記者 一聲吶 你是其中一份子 就問 為什麼中國電訊要收費 搞到他一頭無水 因為他剛剛下機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可能沒有特別留意這個議題 你知道做總理很多事情 真的是總理 總理什麼都跟他有關 所以他可能沒有特別留意這個話題 或者議題 然後他就 我很記得你問過這個問題 其實我是其中一個 然後他就去不同的地方 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因為我一早就了解到他去這個位置 那個位置 了解了四個位置之後 其實我已經預備了一些車 在外面怎樣追到他的車隊 可能其他電視台資源豐富 他們就可以分四隊去等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一隊 我們一隊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都有三隊 我們三個同事 一會人就是一隊 然後四個地方 後來事後 他就說 四個地方都問我同一條問題 然後 也有一點插曲 到最後一刻 其他人 不知道他去一間酒店會休息一會 我早就去了一間酒店等他 因為我覺得酒店最好去採訪他 因為他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我就在酒店裡 伏他 伏他 他就走樓梯下來 一看到他走樓梯 已經叫問題 我怕他沒有看我們這邊 走到最後一級的時候 他可能想答案 想問題 差點差錯 所以我也呆了 幸好我身邊的人 吸事扶一扶他 又不是很誇張 就是最後一級樓梯 所以他就說 完了這件事之後 他了解這件事之後 他來到香港 就叫我的名字 但其實下一句 他想回答你的問題 其實不是的 他下一句是說我 他下一句 這個文藝百分沒有寫進去 是的 他沒有寫進去 其實是李同在不在 下一句 他說你知不知道 我本來跟香港記者關係都挺好的 誰知道 我一去到柬埔寨 一下記 就被人不停追問這件事 他說回整件事 作為國務院總理怎麼看 然後對中資機構的評論 所以其實整件事是這樣 我覺得是意外 挺有趣的一個插曲 而且很容易令人回憶 而且當時你跟朱鎔基 的確有很多交流 謝謝你